大力狗你不羡慕 完全不羡慕 我覺得大力狗 這輩子算的白過 他活的不像人 他像和尚 你讓我選 我這輩子不可能選大力狗 但你要說尊敬 好吧 真的是尊敬 哪有人他媽的 都做成了 真的是包裝的嗎 如果只是包裝 那是不是做的有點太過了呢 我覺得大力狗應該就是這種人 他應該不是假的 他應該不是虛偽的 我是不相信有人能偽裝的那麼好 就把一個真正的國民明星包裝成這樣 一點沒有瑕疵 大力狗應該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百年男的一月 碼頭是裝的 碼頭是一定是裝的 碼頭的本性我知道的 碼頭是一定是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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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媽的不像人一樣的 碼頭的本性 總有一天會暴露在所有人視野面前的 就碼頭是怎麼樣的人呢 就他給大家一種就很溫順 然後很聽話很溫順 就處處都是讓著就 讓著生命人弄這個這個形象啊 就是假的 你們知道嗎 其實他是一個行為很極端 而且他媽的比較叛逆 比較 呃 向來都是我行我素的那種人 你們懂不懂 他並不是大家想著 就那麼那麼的完美 那麼那麼的 溫順 這是我對他的了解 這個就是一個他迷惑大眾的一個最大的一個地點 他給大眾的人設就完全完全是假的 是裝的 但也確實是因為有這種人設 所以 雖然他粉絲這麼多啊 你看為什麼UZI他媽的 明明打出那樣的他媽的巔峰中國人的成績 你帶什麼帶隊金牌一大堆他媽一整年冠軍 除了S的一村都拿 確實晚年那媽的封屏不好 不就是因為UZI他不會裝嗎 UZI這個人他比較真嗎 那明明那媽的UZI的 為我們LPL做的東西那麼多 絕對是不一樣於碼頭的 那為什麼媽的晚年封屏那麼差呢 那不就是這麼個理嗎 UZI從來不包裝 UZI太真了 沒見過這麼真實的一個選手 從來不裝 他從來不在意外界的流言蜚語 UZI只在意 傷害到他家人的流言蜚語 其他對他的 其實他根本就不在乎 不在意 你們是他你們就知道了 雖然我不是他 但是我是能完全 看得出來他真不在意 JKLUB JKLUB也是挺那個的說實話 JKLUB是怎麼說呢 網紅也挺真的 網紅確實挺信心的 反正都比馬臉真 反正都比馬臉真吧 馬臉是最虛偽的 就JKLUB選手啊 就馬臉他特別像是一個韓國IDOL 你們知道嗎 他就特別適合做IDOL 他給我的一種感覺 就不像是一個電競選手 他就特別像是一個IDOL 哪有電競選手能做成他這樣的呢 知道他的 性格什麼的網上一搜也搜得到 他完完全就是IDOL 然後我真希望大飛是為了錢打遊戲 你指望一萬可樂四個人分的 才是喜歡錢 這個他媽的明顯炒作的 怎麼還可樂四個人分 有點炒作的成分 被人惦記一輩子了 太像真嗎 太像也是一直不裝的 我說實話太像他媽的 太像對LPL 對他媽的所有我們中國這些網友 都真的不能再真 這個是可以無私的 所以我覺得電競選手還是比較真一點 就真 非要把一個人塑造這麼完美 反倒是一個不太好 現在惹賽就是因為太完美了 就給大家眼裡就太完美了 什麼都做得很好 所以 跟惹賽走得越近的人 他越容易受到傷害呀 除了那幾個老隊友他媽的什麼 不管是俱樂部啊還是誰呀 誰敢惹啊 是不是呢 傷害的都是周圍的人呢 你們非要談比賽打得怎麼樣 說的是塑造這個idol太完美了 懂了除了碼頭都整 還整其他都挺整的 已經發微博等了被江姐咬吧 咬不著我的 碼頭粉絲衝誰都媽的都能衝 誰說碼頭不好都會被衝得洗拔爛 唯獨他們不敢衝我 因為他媽只要吃到碼頭粉絲 酒的應該都知道我 因為碼頭一點鼻視 就得被我的媽唸到好久 然後女龍哥就會拿出殭屍的資歷 給他們狠狠壓死 殭屍資歷 誰能碰到女龍哥呢 是不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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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